Hello,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APP 叫做醫藥通 這個醫不是醫生的醫 是英文字母醫 醫藥通 這個醫藥通有什麼功能呢? 最主要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 當我們去完醫院 拿到一包藥回來 上面那個標籤 是教我們每天吃這個藥幾次 這個藥是什麼名字 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就可以靠這個醫藥通 掃描這個標籤 右邊的條碼 就可以知道 藥的名字 和服用的次數 而這個APP 第二個功能就是 當我們去到看完醫生 下藥房拿藥的時候 我們有張醜號 這張醜是多少號 和叫到我們沒有呢? 我們知道嗎? 我們也可以靠這個APP 知道我們 叫到我們了 這樣 好 我們看看怎麼用 這個方法 藥通 以啟用 藥通 有可用的操作 藥通 主選單 按鈕 進來之後 這個主選單 我們向右掃 藥通 touchmate 可以讀我的藥物 掃描上面的 barcode 也可以知道 服用的 劑量和名字 藥劑部資訊 藥劑部資訊 提示 我們在哪裏醫院 我們在哪裏醫院 可以在哪裏找到 一般用藥需要資 都是一些提示 譬如說 華人的又怎樣 又不可以藥放多久 又或者不可以和人 共用藥 先看看第一個功能 我的醜號 我的醜號 刀進去 請書日或掃描 今天2020年7月14日 發出的取藥醜號 即是說 今天7月14日 發出的醜號 它有兩種方法 取藥醜號 問字難為 一向就打下去 向右掃 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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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沒有這條條碼 但我都可以看看 裡面的畫面 刀進去 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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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鏡頭對準 取藥醜號 上的條碼 以作掃描 影像 將我們這個鏡頭 對準 醜號那條條碼 向右掃 不要再顯示 按鈕 因為這個app是第一次用的 它就說 不要再顯示這句話 或者 確定 按鈕 不要再顯示 按鈕 讀讀 不要再顯示 以後我進來就不用再問我了 直接掃描 就可以了 讀讀 我的醜號 反回按鈕 今次我們直接打下去 編寫 我扭 重新整理 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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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整理 請輸入或掃描 今天2020年7月14日 取藥籌號 文字難為 文字難為 編輯中 取藥籌號 100號 符號 連接號 1 1 8 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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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 都搜尋 按鈕 約制部邪線藥房 名單 標題 取藥籌號 100 已變任 文字難為 我打了100 但我要找哪一間醫院 向右數 請選擇約制部邪線藥房 從下列名單選取或使用搜尋功能 約制部邪線藥房搜尋 香港 標題 香港仔賽馬會 普通 更多資訊 鴨利州普通科門診藥製部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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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環菜物 更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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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封 更多 香港不教醫 更多 香港兒童醫 更多 香港眼科醫院 更多 香港眼科醫院 加入我的籌碼 加入我的籌碼 香港眼科醫院藥房的取藥籌號100已被選擇 取消 確定 確定 提示 取藥籌碼100配約已完成 即是如果我們才100 這就是彈出來 就想說要完成 但如果我打300, 即是當我到時, 它就會彈這個訊息出來 那我就可以去Counter 拿藥 確定進去 更多資訊, 最後更新, 更多堅尼地城賽卯, 主選單, 網納, 主選單 接著我們看第二個功能 Menu Tite, 以選擇我的玉物 我的玉物都進去 主選單, 網納 我的玉物, 標題, 掃描, 藥物標籤, 右邊條碼, 以讀取或請取藥物相關資訊 它就說掃描藥物上面的標籤, 右邊的條碼, 那條條碼 這個APP, 我發現, 剛拿回來的Label, 比較新的Label, 比較容易掃 但我手上那張, 舊一點, 舊一點, 很難掃到 所以這次我不掃給大家看 但是呢, 做法就是 掃描藥物標籤, 右邊條碼, 以讀取或請取藥物相關資訊 即是一樣, 把膠袋上面的條碼, 放在外面 一樣, 拿高手機大約, 因為那個Label 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大約是不用半呎, 那隻手定了, 它就會跟我們掃描 我們就不用按任何按鈕 當它掃描到之後, 它就會告訴我們這個藥物 是叫什麼名字, 每天吃幾次, 你是什麼人名, 哪間醫院 這樣就會告訴我們 現在這個時候做不到的, 因為我本身這個Label 我剛才自己試過, 有時掃描到, 有時掃描不到 如果掃描不到, 它就說無法掃描, 條碼, 確定 如果掃描到, 它就會告訴我們資訊 大家就可以玩一下 大家就可以玩一下